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海爱好保护发掘项目 湖北隋州藻树林墓地等两项重要考古工作成果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出席并主持会议 南海爱好沉船保护发掘项目 水下考古史上的经典之作 南海爱好沉船保护发掘项目介绍 视频来源 国家文物局南海一号宋代沉船 发现于1987年 2007年运用沉箱进行整体打捞 安置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2014年启动系统性的保护发掘工作 至2019年存货清理取得阶段性成果 展开全文2014年南海爱好 冲季发掘遗址正摄头影图 图片来源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考古发掘显示 沉船船体保存较为完整 仅首尾稍有残缺 残长22.95米 宽9.85米 船内舱是最深2.7米 是迄今为止我所发现的保存最好的古代沉船 目前 船舱内货物已清理完毕 出水本物总数超过18万件 包括各类金 银 铜 铅 锡等金属器 竹木漆器 玻璃器 以及人类骨骼 矿石标本 种植物已存的 其中有以铁器 瓷器为大宗 沉船瓷器囊括了当时大多数外销瓷养纸的产品 包括江西 福建和浙江三省的陶瓷产品 南海一号的一个重要考古成果是 船上铁器在贸易品中占比甚高 总重量超过130吨 南海爱好出土的金球绒环 图片来源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南海爱好出土的玉观音雕像 图片来源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沉船中共出土18万余间文物 展现了我国宋代繁盛的海外贸易体系 对研究我国乃至整个东亚 东南亚的古代造船史 陶瓷史 航运史 贸易 时等有着重要意义 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传承 我国语言向国家商业与文化交流 提供了坚实论据 专家点评 南海一号考古工作历经三十余年 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的 从盘山起步到磅礴发展的全过程 其船体保存 出水文物 打捞与发掘方法 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堪称世界水下考古史上的经典之作 湖北隋州枣树林墓地 填补春秋中期增国考古的空白湖北隋州枣树林墓地介绍 视频来源 国家文物局枣树林墓地 是一处春秋中晚期增国公侯墓地 墓前已发掘 包括两组增国国军及夫人和藏墓在内的五十四座高等级墓葬 出土鲜鱼建工艺精美的青铜系 七墓系等随葬品 增国在传史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 近年来包括隋州枣树林墓地 在内厄北地区多项重要发现 串联起 从西州枣树 到战国时期 增国墓葬制度完整的发展脉络 增侯宝墓及出图文物 图片 来源 国家文物局目前已发掘墓地 是一处春秋中晚期的增国公墓地 其中较为显著的是 增侯宝墓及其夫人米家墓 增公囚墓 及增夫人于墓 这两对增国国军级别的夫妇和藏墓 墓中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上有名文 名文主要有增公层增书 增侯 增夫人 增子 增孙 增书孙等 增侯宝夫人米家墓中出土的编中 图片来源 国家文物局增侯宝 及其夫人和藏墓 出土了墓中 永中 顶 柜 府 阁 否 盘 仪 和等青铜立乐器 值得注意的是 米家墓出土的同否正有名文 楚王应随重米家 而米家是增侯夫人 楚国称曾未随 说明曾随一家 基本解决学术界争论不已的曾随之谜问题 专家点评 隋州早树林墓地考古成果 对于探讨春秋时期 曾国与周王朝 楚国 以及其他诸侯国的关系 以及文化渊源 有十分重要意义 综合自国家文物局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编左以南 审任会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